字幕 李宗盛 陰陰暗暗的樣子 來我們三集 我只好敬你的命界傳說 大家好 又是我們 Benjamin繼續患期放假 練功夫 練很多高難度的功夫 在房間裡 星島電台的聽眾 Cannoncast.fm的網友 還有我們元天頻道的觀眾 大家好 又一集 今次講鬼怪故事 上次講了聽眾提供的鬼故 不過我小時候做點心 做點心學徒 和我遇到的靈異故事 你只是給那些宅蓋嗎 你沒見過 我本身是給那些宅蓋 只是沒有其他宅蓋 跟那些宅蓋 我倆的宅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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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拿得比較金一點 金個金小米 那些宅蓋 有叉燒包鬼 也沒有 有蝦餃妖 沒有 我只聽到蝦餃妖 有Wi-Fi 例如我們在三十四地區 那時候最吵鬼的那幾間都已經收拾了 說一下 回憶一下 你提到的那時候是叉灘嗎 對,叉灘 還有叉灘 還有其他地方 有有有 是否十九階 十九階 十九階 這是我們當時來說 傳到輝輝 但是那些地方 為何會有呢 十九階 十九階 是比較奇特的 很多我們這邊的 道家師傅 尤好 風水師傅 檢查我們 因為那裡太 譬如我們那邊 十九階 那邊 十九階 對著 對面就是金門風園 金門風園 大樹好遮陰 你知新西區那邊 經常就是很多霧 所以 可能是一個地域環境的架局問題 形成了一個聚音 聚得比較強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我就是住在那裡 正在那裡 我是住在打陸向海方面 十九階 大家也知道 因為它是位於新西的一條大街 那條大街 直走 如果直走 我們就去到LA 對不對 我是住在32階 那裡 很奇怪 很奇怪的就是 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關乎你剛才說的 什麼風水 或者地理的問題 很奇怪的就是 很多時候 十九階打到向海方面 是大霧 一過了十九階之後 就是好天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關乎地理問題 還是什麼 這個我都 真的不太清楚 那裡是很奇怪的 是 那裡是氣壓問題 總之 整個感覺就是 還有 怎麼說呢 我都住在那地方 很多年了 有二十年 過二十年了 好像這 六七年 七八年才是這樣的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是 是好天的 其實 可能會是氣候地域的轉變 之類 這個我們 無從稽考 我們是天文學家 只不過就是 因為地域的環境因素關係 所以那裡聚了很多陰 變成 歷來 就是做飲食業 因為你知道 餐館飲食業 打開門口做生意 對不對 是 自出自入 通常很多時候 就算是靈體方面的東西 靈體 對一些可以自出自入的公共場所 都幾愛留戀的 哈哈哈哈 很正常的 是 好坦白說 你是鬼 可以自出自入的時候 是 你會去戲院看一場戲嗎 當然會 對 又不用錢 坐在餐廳裡吃東西 舔人家的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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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 很正常的 是 只不過就是 很多時候 他們都不會作出 任何所謂的騷擾方面的東西 是 但是 他們那裡就經常會有騷擾 是 因為在這裏 我 因為我很記得 我剛來美國那時候 那間餐廳 還在這裏 還在營業中 那時候 我是跟我姑娘去吃飯 最罵得厲害的是 樓上那一層 樓上那一層 然後 他們就說 晚上 人家走完之後 他們就不收拾 不收拾的 他們通常是等第二天早上回來才收拾 為什麼呢 一來 就是當時我有些朋友在這裡做的 那時候的朋友就是 你去收拾 收拾的時候 收拾不行 為什麼呢 你在那邊幫人 可能鋪好餐館 當然會放一些碟 是 抹整桌子 就放一些碟 杯 餐巾 摺好了 放在那裡 然後等到第二天開場 就馬上可以用 當你摺完這張桌子 你摺完這張桌子 你摺完後面的桌子 都亂了 已經是嗎 是 即是你在場的 他都敢這樣 是 已經亂了 你不如 叉燒你嚇口 就是 就是 沒有用 你在那裡收拾完 那裡的東西又亂了 我聽的是 那天晚上收拾完 第二天回來 就亂了 原來是你 即場收拾完 反過來 都會亂了 都算會有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甚至乎 有些人收拾一下 他會看到 暗角那裡 就有個 那個是長住 在那裡做過 那些見過的員工 一個人戴著Bot帽子 以前的探長帽子 Bot帽子 Gossip帽子 那些 Bot帽子 那些 男人坐在角落 看著他們 嘩 看著嗎 是啊 嘩 那無管道的 很多人都見過 那變成 好了 你有兩三個人在上面 撿得更好 你一個人上去撿 看一看他們 你不怕腳震 對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那變成 就 第二招才撿 你知道 他們那時候都開到 他樓上 樓下開到兩點 晚上到兩點 對 但樓上開到十二點 即是十二點前 就不再接觸 例如樓下還很旺 樓下 樓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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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樓下的人 樓下的人 樓下的人 就不敢再穿樓上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變成 上了一點過後 沒有客人再上去的時候 那些人就走了 但初初 早期的時候 晚上都會 有些人坐樓上 但因為 試過 有人說 所有食物的客人 就見過 這個乾濕外套 的帕姆 整個Dick Tracy 這個動漫人物 以前60年代的動漫人物 Dick Tracy 探掌帽 撥帽 江濕外套 就見到這個人物 坐在一個暗角的桌子 那張桌子平時不是坐人的 是放一些餐具 或者外賣 放在那裡 之類的 那張桌子沒有人坐 但永遠見到 阿伯坐在那裡 看著他吃東西 嘩 真的很害怕 大哥 有個人 對 坐在那裡以為真的是客人 長期都有人坐在那裡 然後跟那個伙計說 我坐在那裡一整晚做什麼 然後那個伙計看一看 沒有人啊 老闆 哈哈 是老闆才看到 還是怎樣 是個別性 看到 有不少的員工 做的人都看到 有部分的客戶都看到 但又有些人看不到 是的 有些人看不到 同台都說 沒有人在 但那個年代 其實90年代 我記得我九七 九八年過來的 即是 那個伙計還在開 我記得是好像二千年 就 好像九一一之後 就沒有了 他就轉了手 轉了手 那那個年代 都有那些 所謂 CCTV那些 其實有沒有人拍到 沒有 完全沒有人 你有沒有去過 看到 我去過 但我沒有坐過 所以我沒有機會 接觸 不知道 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 你晚上下班 你也是 宵夜 都會去的 而且那間餐廳 本來是一間酒樓 是的 酒樓的時候 我去過一次喝茶 上房間 親戚帶去 之後 因為 八十年代 中的時候 我移民過來的時候 這邊的唐餐廳 那些 點心水準 你應該知道我點心學徒出身 我對點心 都會有少少認知 雖然不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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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有少少認知 唯有機會的要求 但那時候 上浮的時候 那些 我們三樓市 那些 唐餐廳 那些 尤其是點心 那些 我覺得 我的要求這麼低 都不會很接受得到 所以那一次我調查後 就很少再去光顧 OK 後來就變成 西餐廳 那類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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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開到晚上兩點 那時候 我做的工作 經常都要開 怎樣說 你那個年代是做什麼 我那時候 已經沒有做電台還是怎樣 在做電台 但是我做夜晚節目 有時候有做夜晚節目 那我做完夜晚節目 那時候口癢 還有幾位同事 那時候就成宵 或者是weekend weekend 即是在美國 那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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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美國夜生活就不是太多 來來去都是落下 那些所謂的 pub 那些地方 去跳舞 喝酒 那些 通常跟weekend 都會約三五支機 在那裡玩的 好啦 玩到差不多 一時 十二點 一時就走 通常 很少玩到什麼 玩到兩三點都不走 因為最遲兩點 要關門 我們通常都不會等到山場 就走 我們十二點 就走了 走的時候 就純粹去這些地方 吃宵夜 開到兩點 三點 兩點 吃宵夜 就回家睡覺 所以是經常幫襯的 都會經常幫襯的 但我始終坐樓下 我沒有坐過樓上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樓上已經關了 所以我就 但因為有些朋友在那裡做 他們就說回來 我就知道 有這樣的事啊 這麼有趣啊 那其實他那時候 真的要倒閉 或者建業 是因為為什麼 是因為 已經是太過份 江湖傳聞就是 因為老闆轉行 做其他生意 想換 退休 還是怎樣 退休 子女不肯接手 就賣了他 之類 因為那位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位 其實真的 很快 是 是處於 兩條大家的中間 角落 然後 還有自己的 所謂的 parking 真的 很快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自從那件事 倒閉了 之後 不做餐飲之後 他轉了做一輪 是賣那些古董 嗯 很奇怪 賣古董 然後 賣了幾年 其實我經過 陰陰心心 沒有什麼氣息 沒有什麼氣息 後來又變成了一間教會 現在變成了教會 那時候 聽說過 那間教會 其實是 好像是 跟政府租 很便宜 租回來 那位是 跟政府租回來 因為 這些是 路邊寫傳聞 因為 那個教會 現在的教會 是我以前去的 那位教會 我問 為什麼 搬到這麼大 他說 是呀 政府很便宜 租給我們 然後 有什麼古靈精華的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那位是 基督教教會 對 但是 你剛才說過 在樓上晚 我 那時候 也有一個朋友 在一邊做 他是做水巴 他說 下面的鋁廁很猛 因為我沒有幫助 那當然 我想知道 如果 大家都知道 十九階座位 在那間 但是呢 我在鋁廁有沒有見過 但我出去外面 在鋁廁的時候 有一個見過 見過 見過 在鋁廁徘徊的 有一兩個 但沒有搞我們 所以我通常都不理 是 因為 因為 那時候 我朋友 跟我說 下面的鋁廁 就 經常 有一些 員工 或者顧客 就說 見到 有一個 類似阿伯的物體 在那個鋁廁裏 他 見到 認真網 又不見了 這樣 他說 都幾乎 這件事 這是當時的傳聞 這間挺有名的 另外 就是 例如 XXXX那幾間 發生過命案 槍殺案 晚上會罵鬼 但其實都是說 那些東西會亂 那些東西會亂 或者你會見到一個 但不知道 那個年代 是很興奮Dick Tracy 我 當年在那間 見的 那間酒樓 都是見過一個 Dick Tracy的男人 你見過 我從二樓上三樓 晚上 因為我們那間 電台 包了他 那兩層 就來 台慶 什麼 慶祝一群余哥 來玩的 樓上吃東西 樓上就唱K 跳舞唱K 你不知道樓上吃東西 樓上唱K 我忘記了 包括那兩層 二樓和三樓 那我從二樓上三樓的時候 我明明看到上面 那時候 剛剛我們到了 我們樓上沒用 我們吃東西 上樓上唱歌 樓上我上去開燈 我想 我 算是第一個 第一二樓走上去 樓上 樓下 看到一個Dick Tracy 站著我們 就看著 咦 咦 有人在這裡 還有 當時我們電台的台長 很喜歡這樣穿 很喜歡這樣穿 他說 咦 台長怎麼上去的 然後衝上去 衝上去 衝上去 方式是沒有人的 一開燈 整個廳 會刺激 因為他沒有 因為我台還沒唱KaoK 其他都沒有人 一眼看完 沒有人的 因為廁所在樓下 我都沒有廁所 我就問 和我一起上來 你剛才看不見到 台長的物體 Dick Tracy 台長的物體 站在樓梯上 看著我們 然後我想 嗯 然後另一個女同事 我看到一個影 但是 我唱歌 走到台後 就是這樣 明白 就是這樣 現在這間酒樓 當然是住手了 已經不是酒樓 我印象中沒有記錯 已經不是酒樓 已經住了普通住宅店 OK 沒有太久沒有 我不知道 對 很少要吃飯 因為不走腳 而且很難 所以 我們Bay Air內部的餐館 很多食肆 都罵過類似的鬼異故事 但是 做點心的時候 就像聽眾那些 就比較少聽到 那個我真的很誇張 對 尤其是鐵絲網走路 兩個都穿過 這次 其實不是想說 與飲食有關 因為那次已經說完了 所以 剛好 你問到 如果你們有的話 都可以提供 對 如果你們還有這些 關於 飲飲食食的時候 遇到的靈異故事 都可以提供給我們 就算不是這些 其他靈異故事 都歡迎提供 比如說 老麥看到旁邊的桌 是在舔著人家的茄汁 你可以上來講 你唱是人還是鬼 我們在網上看到 不知道哪個國家的麥當勞 她的佈置擺得很恐怖 在二樓上有個燈 射著麥當勞 我看到 那個麥當勞公仔 就是很陰鬆 看不久 那些燈向上打上來的陰影 邪望 那些人 究竟是麥當勞 為什麼是麥當勞 還是墨儀館 很恐怖 好像死人眼神 對 這次想說 上次我們之前 會說一些 遊樂場的靈異故事 其實我們還沒說 很多都還沒說完 當然 對 今次我想說 補充一下 有幾間 在東南亞 即是台灣 香港 內地的幾間 遊樂場的靈異事件 這個在台灣 都是很出名的 台灣新店區 有一個叫 幸福樂園 如果住台灣的朋友 應該知道是誰 這間幸福樂園 都很出名 那當年 現在已經是荒廢了 因為有些經營 難經營 那些人 好了 這個幸福樂園 現在荒廢之後 就變成裡面 是亂草松生 周圍摻了 藍藍藍植物 生野草 人這麼高 已經荒廢了 但是當地來說 是很出名的 靈探聖地 這些朋友 年輕人 玩靈探 玩撞鬼 都很喜歡 年輕的時候很喜歡撞鬼 不知為何要找鬼來撞,我很不明白 我盡量都不想,但年輕一點就很喜歡 他們是當地的撞鬼聖地 甚至乎每天白去都好 你去到遊樂場的工作房間 辦公室也好,室內空間也好 你會見到很莫名其妙地很多不同的佛像、神像、神位、牌位 一天拜一邊供奉,拜什麼東西 是? 狗不達八都會有人在裡面拜,拜什麼東西呢? 就像神壇、佛壇一樣在拜 令他更加陰森恐怖的感覺 真是很詭異 誰會在荒廢樂園的空房間 切個香奴奪的牌,不知拜什麼呢? 感覺上已經很邪門了 整個感覺 那夜晚就更加經典 當時最出名的就是 試過一次報警 報警 為什麼呢? 就算日九日白鞋子已經不住 因為很多人去過那個地方 他是被小的外國雜誌 那些外國的電視節目 為什麼呢? 評選世界最恐怖的樂園之一 就是Discovery那些 類似那些 那就是 Ten Most Hundred 對,類似那些 這個就是榜sir有名的 你知道嗎? 當地的記者、採訪士、攝製隊 都說日乾日白鞋子 你總是覺得很多對眼看著你 明明周圍都沒有人 但你總是覺得好像在看著你 那個感覺就是那種 那種木毛的感覺 是 試過有一群年輕人 晚上去這裡靈探 看看有什麼靈現象 當時來說 他們應該是 大概早五六年左右 這個時候 當時大概是有十八個人 有十八個人 學生哥 即是中學生畢業 放暑假 好玩 好玩 靈探 這樣 十八個人進去 那進去之後 走走走走走 我發現 很害怕有人蠻蠻 那我點人數 明明十八個人進去 數來數去 為什麼數了十九個人 明明怎麼數 都是數十九個人 就覺得 為什麼多了一個人 很害怕 很邪門 但是腦子裡面是不清醒的 不知道多了誰 總之是數了多了一個人 可能數了兩個我 或者數了兩個你 總之很奇怪 終於 就覺得 發覺 周圍有很多聲音 有些人看著他們 在旁邊看著他們 但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那十八個年輕人 就害怕 就走出來 出來之後 再數回來 真的只有十八個人 但在現場裡面數 為何都會數到十九個人 然後有一個 就開始鬼上身 失常 然後報警 跟類似高階鬼屋那些 類似這樣的經歷 最後就已經變成了這樣的新聞 接著那些人 更加警察 勸那些 哎呀 晚上就不要鬼 你們在這裡玩 之而處理那些 真是免費 對吧 明白 你經常會這樣 說話 喂 下次都會叫警察 我把警察放在那裡 開警局 在裡面 對 對 所以 那裡後期 就越來越多 類似的問題 就是 總之基本上 入親去靈探的人 多 或少 都會出現這件事 哦 都會出現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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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呃 如果你真的一輩子還沒裝鬼 你又很願意去撞鬼的話 買了機票 買了機票 這個就是幸福來的 台灣那邊 在台灣的新店區 是 我們自己去 慢慢探索 哈哈 我們休息一休息 繼續 繼續 你現在在聽 Centocast.fm 一個以廣東話為主的Podcast Channel CantoCast.fm 去我們網站 或者社交媒體 和各大Podcast平台 找更多Podcast節目吧 星島中文電台 是三藩小灣區 專業的新聞資訊綜合電台 並通過 星島電視手機應用程式 星TOW TV 24小時高清廣播 收聽星島中文電台新聞直播室 首次為你帶來一次新聞提要 美國軍艦日前在中國的南部 星島中文電台 現已成為灣區 追劇影響力 和權威性的中文媒體 我們是星島中文電台 悠則的節目 無限的創意 靈活的現場直播 資深專業男女主播 深受聽眾歡迎 星島中文電台 點綴生活時刻精彩 一字紮紮公帝 星期五 任務之紮二文錄 天愛有天 人愛有人 世界之大 無奇不有 你有沒有興趣知道 世間上各種不同的奇妙物語 資紮二文錄 帶你走進奇妙世界 資紮二文錄 出動時間 星期五 兩點到四點 經常都要追了 大家沒有影響 然後 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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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不玩 但 database 他說了一句說話 那時船總平台 都可能被突然滑sl 由於走進來 叫他們 灣仔仔指著 讓她樓手到祪金 喊 勇肚式 各位同你WOWGAY 順不順游泥 歡迎大家收看游靈開始 我是CAN和拍檔Colin和大家見面 在開始之前記得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每個星期上來六一錄 還記得逢星期一凌晨凌時 收看我們游靈開始 38.2台本地頻道 鳴PinSKids Radio opened your mouth, opened your eyes, opened my eyes 鳴PinSKids Radio 中間很硬碍地,只剩下口對著它吹一声 用牆頭發電在冰村區 慢點 慢點 我們要衝出去 1 2 話是說 其實為什麼這些地方會有靈異事件的聚集呢 首先 這個 很多 很多這些 全世界都有人 不只是台灣 美國都不少這些 曾經有很多人玩 然後荒廢了樂園 凡是荒廢了樂園 荒廢得太久 有沒有人去打你的話 他自然就會聚陰 自然就會聚了很多靈體 為什麼呢 樂園嘛 人生在世 上一次我們說的迪士尼樂園 父母為了兒女可以 靈魂留在那裡玩 把兒女的骨灰撒一迪士尼 你想想多麼無稽 多麼低能 但是因為很多父母這樣做 出於父母的愛 他們相信兒女的靈魂可以留在那裡 正正說出 如果你是一個靈體 你可以到處走的話 自由的話 以前你要付錢入場玩的遊戲 他們現在不用付錢 可以去玩的 但是都荒廢了 荒廢了 但他們都沒有那些東西去玩 不知道 可能他們靈魂可以玩吧 不知道 我們不是鬼 因為我們死過 才不想死 我想問 會不會有時候跟風水上有關 那個地方本身是罪陰 但是我曾經聽說過 風水上是 可能每隔幾十年又會轉一次 幾十年又不轉一次 但是你永遠見到 一個大範圍廣泛的地區 地域 又有建築在裏面 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建築 即是有一些物件建築在裏面 可以遮陰聚集的場所 而長期沒有人氣活動的時候 那些陰人 靈體之類 就喜歡在那裏聚集的 因為 首先 小人 怕在裏面沒有人 不怕有陽氣之類 到夜晚有地方可以躲 晚上有地方可以抱 可能會變成 因為沒有人氣 地方但沒有人氣的地方就會聚陰 很簡單 反正它 明白 特別容易的 而且你選擇 我那時候沒有聽 你起到遊樂場的地方 都是比較近一點的 你會很少在市中心製作一個大型遊樂場 還要荒廢了 糟糕了 當然是近一些有山水的地方 一荒廢了就更加容易 所以這個是很正常的 但是 譬如台灣 美國也很多 美國很多的 只不過 荒廢了你不去 因為很多時候 荒廢了樂園 在美國中部的州份 特別多荒廢了樂園 所以以前 拍鬼片 好像有鬼怪的樂園 都會直接有現成 幾不方便 是不是 所以是很正常的 但是 譬如有些 還在運作當中的 遇到靈異故事的 也很多 譬如我上次的 日本富士急 是一個出名的 很多地方都說有狐狸精怪的 但譬如在香港 香港 除了我上次 那次我說 我遇到的吊車事件 傳聞 全都揮揮揮揮揮 之外 其實在裡面工作的員工 他們都曾經說過一些很靈異的事件 譬如我們平時遊客去海洋公園玩 海馬公園玩 隨便吧 去海馬公園玩的時候 去另一區我們坐吊車 但如果你不喜歡坐吊車 譬如我們是貴高的 其實是有路走過去的 可以用路走過去 只不過平時是比較少人走那裡 即是 現在都可能會 或者多了一些小朋友會走 即是大家當下山行 都會有 不過真的很少 但是 只遊了剛剛開門的時候 沒有遊客的時候 那條路呢 主要是工作人員走的 要走去那邊開掣 開機 之類的 所以 剛才是清晨時分 六七點 員工回來走去對面的時候 就經過那條路走的 那條路就是沿著的 在山邊那條路來的 如果你坐吊車的朋友去玩 你看到那條路了 那條路是可以給人走的 但主要是員工走的 但不少員工呢 他們都說 每一年某一個特定的季節裏面 7月14日 他沒有說什麼 特定的季節裏面 很多時候那些員工呢 走過那些員工呢 都會經常見到一個長髮 面有血的女人迎面而來 穿什麼衣服呢 普通衣服 即不是八袍 不是八袍 長頭髮 面有血 離遠走過來 對 稍微一會兒 但一會兒就不見了 嘖 甚至是最貼切的員工 即是最重要的員工 就是 直接在他身邊 經過 飄過 很快地飄過 但好像穿過 身體又不知怎樣 打了個爛陣 但反過來 已經不見人了 嘩 那種感覺真的很害怕 對啦 所以員工很害怕 所以通常很多員工 最盡可能就是 找多一兩個一起走過去 一撞一下膽 就好像自己一起走 因為都有不少員工 去到那個季節 那段 某一段的時期 裡面 經常都說 很多人都會見過這個 女人 這樣 有人說見過男人 但多數是見過女人 是 另外我們 引起傳聞 當時人家跌死了 那一家人 是不是有女人 是誰 但這個傳聞 真還是假 沒有人知道 既有血 對啦 對啦 但現在這個就是 那些員工經過那條路都會見到 但其實不止的 因為呢 在近山邊 近吊車山邊 附近那裏 其實有些 設施 被人去參觀 他說 在某些特定的季節裏 經常會發生的情況 就是那些員工說 明明幫個顧客拍照 多一個人 對啦 鏡頭上看出 為什麼那個遊客旁邊 多了一個人 但是拿回來呢 拿回來 拿回來的鏡頭 就看不到這個人 噢 那他就選到很差 究竟拍好 還是不拍好呢 所以通常他們會這樣 欸 站過一點點 遮住了那個標誌 站過一點點 對啦 這個位置漂亮點 這個位置漂亮點 這樣拍照 就是希望 角度放在角度 就拍不到那件事 所以如果你找工作人員 幫你拍照 而他們突然跟你說 站著一點點 的話 不一定是真的遮到招牌 可能是因為他們看到一些你們看不到的東西 在鏡頭上 噢 會不會說 其實是用 如果用即影即有相機 有可能拍到呢 呃 又不一定的 就算普通相機 也有機會看到的 你看到喔 但是影影到下來呢 我記得有一套日劇 是挺恐怖的 有一套日劇 就是我學生妹 拿上相機拍成 那些鏡頭捕捉的 就是有一個happy face 有一個happy face 那個韓國的那個 對啦 有一個小兔子的樣子 有一個小兔子的樣子 對啦 那小兔子的樣子 但是每次那個學生妹 幫人拍照的時候 就會發覺 明明是兩個人 但是後面呢 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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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格 那一格的那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類似這樣 但是很多員工都 經常幫遊客拍照的時候 都出現過這個情況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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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嘖嘖嘖 嘖嘖 都很邪定 這個很害怕的 真的 你是 就好像那時候 電台 電視台 在這裡見到 在這裡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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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見到 是啦 那時候 我當時做攝影師 是我看到的 當時坐在這裡報新聞的 我看不到 是 只有我看到 糟了 阿滴春時又來了 哈哈哈哈 很煩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 我亦都不敢跟那個人說 快嚇到報新聞的那位 那位 那位小姐 當然 我們是師父 不可以嚇到他們 哈哈哈哈 其實你心目中是很想嚇他 哈哈哈哈 嚇爆他 不是 只有我看到 其他人看不到 就沒事了 是 是我煩的 他們沒有問題 你說到他害怕 哈哈哈哈 那 這個情況 除了這種情況 逢是到Halloween的時候 他不是有鬼屋 有鬼玩的 有鬼玩之後 每年Halloween鬼屋裡面 那些道具 啊 經常 都會有員工說 這些道具 會晚上自己動 即是收拾東西之後 其中 他有一個道具 他們幫你改了個名字 因為這個道具 為什麼會改名字 他整個都自己走 舉個例 晚上關門 收檔的時候 明明擺在道具室裡面 擺在這個位置 但永遠第二天 回來開門 他會在另一個地方 那些場景裡面 出現了 坐在那裡 哦 永遠會自己走 是 鎖他不住 哈哈哈 基本上 就是 在那裡做的員工 真的幫他改了個名字 但是 所以他沒有騷擾過他們 嗯 只不過就是 每月 買在這裡 第二天就會在其他地方 就是有一個 預料他們的那樣 嗯 但是 甚至乎 只不過有些員工 就說 他們有些員工 休息室裡面的廁所 經常都會有些 靈異事件發生的 什麼 自己開水 自己沖水 甚至乎 他試過有個餘工 剛剛那天打霸露風球 就疏了 那些人都走了 那他是最拿鎖匙的 他最後走那個人 那他就 臨走的時候 就發覺肚子痛 就去廁所 只有一個 就說 他開了 之後 被人在外面鎖了 開不到 那叫救命 叫了很久 最慘的是 手提電話的東西 就留在外面 是 搞了很久 正當不知如何 他念經拜訓的時候 突然間同門自己開 那 他 明明是鎖住 自己開了 他走出來 反方又沒有人 因為他是最後拿鎖匙那個 他鎖門的 沒有人在 只有他一個 沒有人 沒有同事這麼無聊 就回頭來弄歸他 如果是Halloween的話 我會 還有我恨不恨他 或者那個人煩不煩 還真 這個不知道 但那個人不是Halloween 那個人是爆風球 所以那個人都趕著走 那個人 但是爆風球回頭來玩 那也是 類似這些 這些意見 經常都說 在裡面會傳出來 這是在裡面做的 員工才知道的 外面知不知 就真的 你都說出來 其實有人會知道 對 不過譬如說 我們在中國內地那邊 中國內地都有不少一些樂園 你不要管他的性質是怎樣的形式 是差的人也好 什麼都好 但都是一個樂園 應該沒有原創的 蛤 蛤 蛤 有些收拾了 有些還沒收拾 譬如這個廣州東方樂園 這個廣州東方樂園 還沒收拾 好像仍然是有運作 至少 早幾年都還有運作 因為我問過Kan-Kan Kan-Kan 他幾多個小時候都有去玩過 現在真的收拾了 他都不太清楚 但應該 好像說是未收拾 很難說 疫情之後 很多東西都可以收拾 那就是 那就是廣州的東方樂園 如果你住在廣州的同朋友 或者你是廣州來的話 你知道現在收拾了沒有 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你自己本身在裏面做過或撞過的 都可以告訴我們 留言 因為在裏面做的員工 經常在晚上關門之後 他們都有一些類似那些 迪士囊園 所謂的小超世界 那些 還有一些人版的娃娃 人版的公仔 跟他們拍照 每晚晚上 每晚 放這些公仔衣服的地方 所有員工都離開 每晚都離開 但他們聽到裏面會有聲音 有叫聲 笑聲 嘩嘩嘩的聲音 還有呢 曾經有員工晚上下班之後 臨走之前 他看到那些公仔衣服 自己走來走去 自己動 自己動 他們就懷疑 安慰自己 因為他們 過往多年 都有一些不少的員工 在工作的時候 可能絕死 過身 或者已經在大陸過身 但是很懷念 現在 這個可能性 是不可能 很懷念 那些公仔的時間 絕對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說 撤死之後 我相信有 因為這些地方 極度壓榨 我說的 是我說的 是我個人立場 極度壓榨 所以撤死了 有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是一些過身的員工 懷念 所以回來辦公仔 玩 很懷念 那些員工就這樣說 很憎恨 那個過程 還有呢 有一個網上留言 這個是網上留言 就是說 他們的恐怖屋 鬼屋 做得太恐怖了 經常發生意外 有不少的玩家 在裡面 嚇到心臟病發 死了 但是因為要掩蓋這件事 所以說 有關方面 是做了好多事情 去按著這些新聞鏡 問心那句 富士級厲害 還是這些厲害 哪會怕些 大佬怕到嚇死了 富士級 始終都比較舊 這個廣州樂園比較新 可能現在新的東西 新的布置 那些人笑死了 總之說 因為不停 其實有不少人在裡面死了 心臟病發 死了 所以這家國 就越來越邪 後來 把這些設施 把最恐怖的設施 切走了 不設定那幾件 最恐怖的 免得嚇死人 什麼啊 習近平的樣子 不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你不要亂說話 這些國家機密的事情 不要亂說 小紅為你 哈哈哈哈 可能有些設施特別恐怖 又或者可能是 什麼呢 可能放在我的樣子 我的樣子挺嚇人的 哈哈哈哈 不關事 總之就是 他將這些設施撤走了 但都經常有意外發生 所以說 有關方面 網上傳聞 有關方面 公司是做了很多事情 去蓋著新聞 哦 真還是假 不知道 但是另一宗 已經執了的 北京遊樂園 哦 已經執了 荒廢了 但是本身是一個遊樂園 所以很多網紅 去拍一些外景 拍照 都很喜歡在那附近拍的 而這件事 發生在早幾年的時候 大概2017年 2月24日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網紅 連到那間攝製隊 去拍一輯的照 寫真集 那些不同的東西 然後拍照 去到北京遊樂園的 拉大集 他只可以做一個背景 拍照 那個背景就是 一個摩天倫 哦 他就放了很多姿勢 拍照 是 他發覺很奇怪 同一堆相片 不同姿勢 背景是一樣的 都是那個摩天倫 但當中 其中有幾張的相片 是有人站著看著他們 哇 這個很害怕 等一下 那些東西是完全不動的 不動的 荒廢了 一輯相 在同一個位置 有些相片 是沒有人站著的 是 但有些相片 就有人站著看著他們 很清楚 都幾 很清楚是一個人 至少 很清楚是一個人 但是當時拍不動的 是回到剪片 拍完片 那些照片 才能看到 是 他們才 哇 很毛 你明白嗎 這個真的挺毛 這個真的挺毛 是啊 其實很多時候 拍攝的人 最怕就是這個 當時拍攝看不到 回到剪片 看到 這些才是最恐怖 因為你看著 剪片的地方 永遠都是你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你只看著畫面 畫面有些什麼 是你第一時間看到的 是 這個真的是寒 看到你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是很恐怖的事情 是 還有 那時候 我記得 我之前也有問過你說 拍 比如 好像剛才說 拍一個地方 你拍的時候 沒有那樣東西 但你曬出來有那樣東西 其實 那樣東西的能量 是不是入了那個 菲林裡面 一直留在那裡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有那樣的可能性 也沒有 所以 這樣才是恐怖 但是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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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到這些東西 這張照片其實不應該保留 對 你笑了 對 因為你保留的話 可能那些邪氣就跟著你 對 其實會不會有了那一件東西的能量 已經在那個 底片裡 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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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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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 拍到不想試 OK 你們不要塞機無神 在我的畫面出現 OK 我不歡迎 OK 然後問 很煩 你為我走 雖然 rec另外 但我對於去拍影片 拍戶外景 拍到什麼 是很 ok 可能是一個炫頭 因為為什麼 sloppy的 永遠都是要來 這不是不成為民規矩,而是不斷發生類似的事情 例如我們在網上,有機會在劇集或MTV拍攝,通常那些作品都會紅 我想說,近幾十年,很多時候已經數字化了,但以前拍到的舊式電影,例如我剛才提到的即影即有相片 那些反而增受感較強,沒有機會後期做手腳 數字化,真的有可能是做手腳,因為如果用電影做手腳,你會被人擠到 就是這個意思,好,今集夠時間了,下次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試試說一下,關於MTV拍攝到的奇異個案,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在別的某些渠道會聽說,但在這裏,好像在這裏我還沒正式跟大家分享 沒有,這裏真的沒有,但如果你們有拍過照片,就拍到的 對呀,如果你已經不算,你會發給我們 對呀,你會發給我們 對呀,你會發給我們 對呀,對呀 對呀,對呀 如果其他的題目都可以 對呀,如果喜歡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覺得我們雖然我們無無聊來聊聊天,說說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但你也滿意的話,就分享一下 分享出去,訂閱我們,按一下小鈴鐺 最後要留言,多點留言 對呀,按一下Like 好,多謝大家又看了一集,我們下次再見 OK,拜拜 拜拜